民进党已经突破国会四分之一席次门槛 下一步让民进党第七届立委选举惨败的单一选区两票制 是不是会提出休闲案 这个选制是真的是有需要检讨 因为对这种宪法上的这种票票等值的这个观念是会有偏差的 我们也了解不可能以民进党单一的力量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讨论然后形成共识 立法院民进党团说未来也不排除会对此再次修宪